巴掌溪事件当年震撼全国 民众从电视上眼睁睁看着四位工人 在湍急的洪水中被冲走 引发轩然大波 这起悲剧催生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整合陆海空资源 由内政部、交通部、国防部和海委会 派出24人全天候轮值 当有灾难发生时第一时间紧急救援 国搜中心20年来不眠不休的守护 历经泰鲁阁国家公园迷途救援案 居盆山救援案 纳利台风、海上船屋、原胜2号失火救援案 莫拉克风灾、幻象2000、苗栗外海迫降 以及黑鹰直升机坠毁等精心动魄的救援时刻 国搜中心24号将救援点滴集结成专书出版 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 巴掌溪事件让民众感慨没政府 政府痛定私痛建立搜救机制 编列预算、增加装备、强化训练 这本专书不仅记录搜救点滴 更要检讨经经 无论是在山上、在海边、在灾区、在房子里 收救中心的人员不分单位 不记艰苦 第一时间透过机制赶到现场救出人员 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收救中心成立后 20年来救出多少人 凭了多少事件 都是从当年那个伤痛中走出来 活搜中心成立20周年 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王维婷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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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